我們香港人很多人不習慣的就是 喂 多少錢斜 其實你問我很多時候 十個做了九個我也不知道 因為在英國的樓房去買賣 其實就只是說多少個房間 One bedroom, two bedroom 或者沒有bedroom就是studio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基本上在英國人的傳統智慧 一個bedroom 你是不會小到床都放不下 或者要用一個窗台才能夠睡覺 所以其實用一個bedroom便足夠了 好,歡迎大家收看英國樓市有問有答第二集 再一次請到Kenneth上來 我就主席主持人Derek 我們上一集講了整個英國的整個王國裏面 由四個組成區域是怎樣 即是怎樣分布 城市以倫敦而言 東西怎樣分布 其實很多人都留言了 我想做業主 業主裡面通常來說 我要考慮些什麼 你有什麼具體的一些步驟去做 還有今次特別的作為業主 最怕就是遇到租霸 我們一集一集慢慢一步一步去說 先想說 我們買過作為業主裡面 以哪一個地區你可以怎樣步驟去做呢 你怎樣找你一個心儀的投資項目呢 首先就是要講回報 回報就只有兩種 一個就是Capital Gain 一個就是Rental Return 就是租金的收入 以及你那個 增值 升價 OK 那麼你看過租金的收入 就很講Demand OK 你的Demand 就是租客多在你那個城市 租客多 那當然是容易些租出 是不是 那租盤少 那你那個租金 就會可以叫得高一些 那這個很簡單 傳統的智慧 不用我教你都知道 那麼 跟著你如果你說Capital Gain 你就是看一下那個城市 有沒有一個發展的潛力 是不是有一些population的growth 是不是有一些外來的因素 政府的投資 在那裡 那麼如果政府的國策 是去發展那個地方的話 那你當然是半公倍 是不是 那麼 但是如果反過來 你有一些 你那間屋是很貴的 但是那個population 就將會越來越少 那麼這個你就要小心了 嗯 例如 在倫敦的zone 1、zone 2那些地方 在過往那五年呢 這個BBC的報告來的 過往那五年呢 就跌了11%的value 是 那麼 那麼 好了 其實整個英國來講 一直以來都是不夠供應的 不夠供應 因為我都是不夠供應的 那麼可能很過 因為英國那麼大 可能很個別的地方 就會是一些 多了供應 那裡 是 那麼 那麼 在這些 譬如 我不是去 底位 又或者 說 哪裏哪裏不好 金融中心 是的 金融中心 很貴的地方 那麼在那裏租樓的人呢 就大多數呢 都是在倫敦做一些finance的事情 Banker International Bank Trader 一些基金經理 是的 那麼他給得起錢去租 或者他給得起錢去買 是 那麼 但是 在上一次我都說過了 就是 在倫敦過往的五年 十年 或者十五年 有很多外來的資金買貴了 是 那麼 跟著形成的問題呢 就是 現在 在Canary Wolf 在我們自己公司手上 有一堆off plan 即是樓花 將會 接下來這幾個星期 complete 即是入伙 嗯 那麼有些業主呢 就 不要 啊 有些呢 就願意 蝕讓 哦 嗯 Extreme 一個例子 真人真事 是在英國的convencing的律師 告訴我們 因為 就是問我們有沒有人 公正 是嗎 他是測量師 律師 那麼就 說 有一個業主 他呢 就買了兩個 很漂亮的單位 是 是 但是呢 就 for whatever reason 他不想成交 或者成交不到 是 那麼他給了20%的deposit 那麼這個業主就願意 是 蝕讓 那麼 就是 本來就蝕了20% 那麼現在呢 就蝕少些 是 那麼 那麼 那個問題就是 但是 接下來 Brexit 這個已經是 已知的事實 是必然會發生的 嗯 就是不需要任何的遙想 OK 那麼 Brexit發生了之後呢 就會有很多 以前在 美國 或者 歐洲地方 亞洲的 International Bank 本來在 Head Quarters 就在London 就去Serve整個EU 嗯 但是 因為脫歐的關係呢 如果他要繼續 他那個 那個Office 或者他那個 EU的Head Quarters 要繼續去Serve EU Countries 其餘那十七個國家 是 那變了呢 他就不可以再 在London 是 現在受惠的 就會是 Paris Brussels Frankfurt 那些這樣的地方 但是London 你想想 這一堆 原始地 金融財津 不要說全部都走了 有一部分會走了 對你本來 那個租貿市場 大多數都是 這一堆人的市場 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這個 大家自己去想 所以如果你打算租給一些 金融財進那些 可能人數就少了 所以那一類的樓 就可能有些壓力了 那如果 譬如 譬如 做一些 新興行業 好像IT那些 在哪裡 是否IT又會好些 有這個上升的趨勢 這個 這個 你問10個馬評價 可能有90隻馬叫你買 那 但是呢 IT 如果我們大家 覺得接下來 將會是IT的世代 OK 微軟不會明天倒閉 OK Apple不會明天倒閉的話 那繼續下來 IT如果是有前景的話 在倫敦呢 都有一個IT的hub 那 那個IT的hub 就有很多 international 的IT公司 都在那裡設置 headquarters的 Microsoft Dell Fujitsu 那些 那裡 就叫做 這個 UK的 Silicon Valley 那邊呢 就是在倫敦的西面 那邊呢 由這個 Redding開始 Redding 就已經是外出倫敦的了 那 就產回到倫敦的 倫敦的 Greater London的地方 就有 Bragnell 那一堆 那一堆 這樣的地方 其實就有很多IT公司 在那裏 headquarters 在那邊 所以有這個 好了 作為業主 譬如想 成本和回報 剛才說 除了價錢 升值 那裏有 多人住 有發展 人口增加 好 講回實際一點 譬如以租務回報 我先講 以多少 合理一些 有些人說 有一張回報 舊樓就有10% 新樓就這麼少 其實怎樣 去 一個合理的判斷 有些20% 20% 那些 那些 越便宜的樓可能 回報就越高 是啊 因為那條方法很簡單 你那個 倫敦的 income over divided by 你的價錢 是不是 那麼 那麼 那個 計算 就是一條方法 那你那個 租金的收入多的話 那你這個 Ratio便大 如果你那個 Cost 即是那個Cost Price 你買那個 屋的價錢低的話 那你那個 %就高 那 但是 很多時候就是 沒有那麼大隻價錢 就隨便跳 那就是 你租金回報高 那些 可能你就是 沒有什麼 opportunity 有 capital gain 可能你買都買不出 沒有升職機會 買不出 沒有人買 但是有些人都會這樣計算 那我一年 我收25%回報 那我四年已經 家屋回來了 是不是 那我不需要賣都可以 是不是 也有些人會這樣想 是不是 所以就 要好看你自己那個 投資的策略 是 那通常來說 譬如一些 租給一些打工仔的時候 以一個軍租是怎麼樣的 或者是 作為一個 就是在英國倫敦 或者其他城市的時候 通常 一個打工仔 他願意一個 的中位數是怎麼樣的呢 或者什麼階層 打工仔 你覺得租 我看過一些 Financial Times的報告 他說 這個租金 平均的回報 大約是5%左右 曾經試過 跌過一段時間 然後又會升 這樣 我想 其實 5-6% 其實是一些 平均的回報 在英國上升 那軍租 譬如 我知道美國 英國 以一個星期間 收多少錢租 通常一個打工仔 或者 較為易租出的房子 通常你收租是多少 二、三百磅 一個星期 就是二、三百磅 就是 大約是 一萬港幣 一個月左右 就是一千磅 是的 已經是大城市 有些 outskirt 不是說outskirt 簡直是 不是在大城市那裡 你可能是 兩、三百磅 你也可以租到一個星期 是的 譬如這樣 但是如果 一些漂亮的 executive 那些租 可能去到 四、五百磅 一個 是的 一個月 是的 其實 在英國 收租的時候 常不常見 遇到租霸 租霸 看看你的定義是什麼 租霸 嗯 它押了你的地方 然後不交租 然後又不理 又扔它不走 那些租霸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多 嗯 不多 反而有個英國的法例 就有那些叫做squartes Squartes Squartes就是你那間屋 寄在那裡 是嗎 不是不是不是 你那間屋寄在那裡 空置 空置了 有些人 他就無家可歸 homeless 他就走進去 霸了你家屋 OK 在英文法律 這些squartes 如果你可以 classify 叫做squartes 的話 其實你發覺 它押了你家屋之後 你是不可以 那麼容易扔它走 哇 是的 很有保障 因為它homeless 嗯 是的 但是這些 很少發生的 所以其實你真的不要 買一間屋扔在那裡 我找一些租務的 好像公司那樣 就幫你放租 那通常那些租務公司 是怎樣去幫業主去收租的呢 幫你租的呢 在香港 我們就熟悉的 就是租間屋出去 然後地產經紀 就跟你找了一個租客 然後就收你一個月佣 或者一個月佣 或者什麼 然後他就啪啪樓走 然後你就要一個月 找一個租客收租 那租客不收租的話 那你就要可能做某些事情去求他 OK 那麼 業主追租的 是的 但是在英國呢 就不是的 在英國呢 他們叫做一個 Full Management Service 那些地產經紀呢 就會跟你找了一個租客 好的地產經紀呢 還會跟你Screen過的租客先 那找了租客回來之後呢 那他跟你安頓租客進去 那麼在那個Hannover的手續上面呢 就是要有簽了你 你家屋裡面有些什麼 因為在英國很多時候 租都是Furnished Let Furnished Let 的意思就是 包裝修的了 什麼都齊全的 家具都包裝 基本上你拿個行李 全裝 走進去就可以住 OK 那麼 那麼當然你要去 take stock of 那個content 是的 還有你要知道你那個condition是怎樣 到他走的時候爛了他要賠 是的 那麼所以呢 那個地產經紀呢 就會跟你take care 這些這樣的stock taking 拍照 也有報告給你 那麼好了 那麼接著說收租了 那麼接著收租呢 那個租客呢 就是交租給地產經紀 那麼地產經紀沒有收到你用的 那麼就在收租的租項上面 就減了一個pre-agreed的percentage 他就代了那個percentage 他就代了那個percentage 通常多少呢 看大城市還是小城市 在London是十幾個percent的 OK 在Ultskirt呢 就可能是十個percent 或者九個percent都有 OK 那麼 跟著呢 那個經紀就收了那些租呢 就扣了他自己那個佣金 或者commission 或者什麼 那麼 然後remaining deposit remaining balance 就會進去業主的那個銀行戶口那裡 跟著呢 還會給一張statement 去給業主的 那這個是正常的手續 那就是換句話來說 那個經紀 找到一個需客 他不交租 那麼經紀也收不到錢 是呀 這個制度不錯 變了就不是說一次給一個 就是經紀 香港本地經紀就介紹了租就算了 已經收了一個月 那麼這個呢 英國的經紀就要全年去照顧你的房子 是啊 有什麼問題 要是他跟你一起共同目標 就是找一個好租客 然後呢 就先去分手 是啊 還有你是 因為你是一個furnished lead 那麼租客呢 就有很多法律上面的保障 那麼 例如 那個洗衣機壞了 OK 那麼你的業主 你在香港也好 你在英國也好 那麼難道他打電話給業主 為什麼業主 你的洗衣機壞了 那麼 那麼所以呢 那個地產經紀就會包括這些服務 就是那個租客 物業管理 是的 有問題他就打給他 他就會找人去幫你去整 去處理 那麼當然要收回那個業主錢 是的 那麼 上一集也有說過 英國裏面有不同的類型的房子 有一些bundalow 有些terrace house townhouse 分層單位 諸如此類 其實那些 對那個業主裡面投資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呢 哪些值一點 哪些跑快一點 就是升值會快一點 跑快一點 跑慢一點 其實有在The Financial Times 和這個BBC 又或者這個 我上次講那個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都有很多這樣的研究 可以分開不同的類型的房子 那個增值的比率 收租的錢多還是少 這些是很公開的資訊 大家很容易可以看到 但是 你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你租一間屋出去 那間屋是有 多過兩個家庭 就是兩個姓氏 兩個雙名 你是多過三個人或以上 這樣的話 你就會落下這個HMO HMO HMO就是 House of Multiple Occupancy 多人居住的一個單位 是的 那麼 在這個HMO的規定下 這個業主就要有很多的 statutory requirements 才可以租到這間屋出去 就是法律上的要求 很多license 防火的東西 但是很複雜 我有些朋友就是 明明一間三個bedroom的flat 他寧願當一間兩個bedroom的flat 租出去 寧願收少些錢 都不寧願去投資下去 整個HMO的license 是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不是越大越好 然後好像劏房一樣 香港就很多人劏房 是的 其實那個HMO就是 因為有些不是很負責任的業主 就對租客不好 一間屋就劏了很多舊 那麼 你死你死 他不理你 所以政府有見及此 才推出這個HMO 所以留意一下 香港的 就是你收開租 做開租 這些事情 不見屋大 你想分租出去 未必有好處 因為很多要求 另外我知道 上次我們都有講到 譬如買樓裡面 一個尺寸裡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留意呢 英國買樓就不像香港那樣 斷尺的 它是以一個睡房來計算的 是的 在英國 我們香港人 很多人不習慣的就是 喂 多少錢尺 其實你問我 很多時候十個 還有九個 我也不知道 因為在英國的樓房去買 其實就只是說 多少個房 一座房 二座房 或者沒有座房 就是室室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基本上 在英國人的傳統智慧 一個座房 你是不會小到 床都放不下 或者要用窗台 才可以睡到 是不是 所以其實 用座房就夠了 是的 所以他們的想法又不同 所以又會做 那麼一座房的租高一點 平均的均租一點 還是二座房又便宜一點 其實有沒有這個分別 當然兩個座房 就貴過一個座房 是不是 但是就有很多時候 那些二座房的人 尤其是大的城市 例如倫敦 就會有一些 兩個朋友 可能他租不起自己 自己自己租不起一間屋 那麼就兩個人去 去租租一間 兩個座房的屋 是的 所以兩個座房 一定是貴過一個座房 我告訴你一個座房 貴過兩個座房 就是騙你的 不是 不同地區 是不是 可能兩個座房 可能收租 可能四五百元 一個月 一個座房 可能三百多元 是的 都是這樣 那麼 但是又 他們很流行合租 我們知道很多上班的人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 他的家裡 可能未必住在城市裡面 或者在倫敦 他自己老家 可能在北邊 那麼他一至五就在倫敦 這個情況多不多 其實都多的 其實有 我親身有個朋友 以前在香港認識的 那個西人的朋友 一個夫婦 嗯 那麼他的小孩子 和小孩子 回去英國讀書 那麼他就舉家移民回去 那麼他們就選定了 就在這個北邊去住 是 但是那個先生呢 就要去倫敦上班 那麼所以就 禮拜一至五呢 他那個老公呢 就在倫敦那裡住 租了一個很小的地方去住 是 那麼舉家就在北邊 那麼到了禮拜 或者放假的時候 就回去 那麼可能就 喜歡在那裡 就是回到自己的家裡 那間屋又大 有花園 有花園 可能又有狗 可能又有騎馬 這樣 那麼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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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這樣的安排 很小的 我們香港就叫太好人 譬如 就在一個大灣區 有些人在大灣區 一至五在那邊做 到星期六又回到香港 也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就是 有些上班人士 就方便就回到上班的地方 就租一個宿舍 那麼 通常來說 如果作為業主 現在這個時候買樓 是不是好 我聽說好像有稅務優惠 現在 現在有Stamp duty holiday 六個月 直至到2021年的3月31日 只要是under 500,000的話 Stamp duty就是豁免的 即是低於50萬磅的樓 其實50萬磅的樓 在倫敦買得到 買到幾大的樓 500萬磅 即是50萬磅 sorry 30萬磅 又可以買到些什麼呢 30萬磅 你買到兩三個bedroom的flat 都不錯 香港 香港20萬磅 即是200萬買了車位 其實 是啊 有些 semi-detached house 都買到的 OK 有人問 買英國樓 究竟用個人名義買好些 還是公司名義買好些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好看你自己個人那個 稅務的安排 嗯 我應該怎麼說呢 如果你是一個 overseas的investor 你又沒有 英國passport 那你是收到租的時候呢 在去年或之前呢 其實你基本上你是不用付稅的 你 capital gain也是不用的 OK 但是呢 就在去年 去年就是什麼時候 2019年 2019年 嗯 就改了稅制 那個稅制改了之後 就有很多東西 包括你本地人 都是 要開始付稅了 OK 就是 例如 嗯 如果 你買了一間樓 你是用那個mortgage 去供的 嗯 嗯 在改例之前呢 那個mortgage 的interest portion 就是可以當一個expense 是 是 就是供樓利息 就可以對沖一些的 是的 就是減低成本 就不去賺 是的 但是改了稅制之後呢 這個呢 就已經是不容許的了 就是沒有得了 沒有得這樣 沒有得這樣 沒有得這樣省的了 那麼 那麼 那些人呢 就會 suggest 咦 那我就用一間公司了 用一間公司hold 用一間公司hold 用一間公司hold的話呢 就不用說 你這個mortgage expense 是不是deductible 嗯 因為一間公司hold的話呢 那麼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公司的expense 是的 所以就全部都可以減掉 用profit tax 用利得稅去做 是的 那麼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複雜的topic 嗯 所以就是每一個人 應該是要自己去 去做一些study 去understand回 可能稅制呢 都是較為複雜 我可能有一集呢 都是講一下 稅制那裏呢 再詳細都聊一聊 但是 大家明白到 就是 買樓的時候 都是當作投資者 一定要想到那個收入 支出 啊 稅制的問題安排 好 另一方面就是 究竟 在英國買樓的發展商啊 其實 英國發展商是怎樣的呢 就是 有些人說收到爛尾樓啊 其實 怎樣可以 尤其是買新樓那些 怎樣可以防止呢 其實 爛尾樓這件事 就是 我的認知就是爛尾樓 就是它起了 起到一半 或者起到一段 然後就不起下去 就踢了在那裏 你呢 買樓花的話 就給了20%的deposit 接著就收不回 那間樓又沒得拿 嗯 那就叫爛尾了 是吧 嗯 嗯 其實我真的未見過 那我們用一個 客觀少少的分析 去分析這件事 英國如果你要不要說發展商 任何一個人 發展商也好 個人也好 你要去買塊地去建一間屋 其實那個過程是頗複雜的 好了 那你可能如果 你一個大型小色的項目 你會有一些financing 是吧 你會找銀行借錢 是吧 可能你拿了20%出來 銀行就給80了 OK 那好了 那跟著 你說 我起一下 不起了 那不起 有什麼原因會不起呢 你不起就是因為 我起好之後 我還要貼錢 我才能走到 是吧 那才會這樣 那怎樣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呢 就是那個價錢 是 一聲剷了下來 是 那才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那但是 我在過往那 十年的英國樓市 你沒有試過一個 這樣大浪剷了下來 那不出現了這樣的情形 那你說 OK 不是 那發展商他自己 就over expand 在其他項目那裡 蝕了錢 那他就周轉不了 那如果他這個 在其他項目周轉不了 這個項目只要是 profitable的話 那那個銀行 會takeover你 接著要賣給別人 接著要繼續發展賣的 所以 就是我看不到 就是我不夠敢賣 完全不可能 never say never 但是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 很 unlikely的 event 嗯 就是 那 基本上 就是剛才講 就是 基本上發展一個樓本 都經過很多程序 很多成本 就是犯不著去就這些 拿了你的 是的 拿了你20% 其實都花不下去 那我想就是 就是很獨 很個別的事件 是啊 我們不要 好像 就是看到那些 萬谷那幾條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那幾條柱 或者看到在大陸那些鬼城 然後就有恐懼症才行的 那其實呢 那 通常呢 現在買樓花 樓花你買了之後 又未到手 那 那通常要 樓花要多少年時間 你覺得 樓花 長樓花期 還是好 還是不好 剛才你聽說過 就是 買樓花好處就是 甚麼就是未付錢的時候 到樓花落成的時候 升了 那就可以買了 是嗎 這件事情 你怎樣去判斷呢 很長樓花期那些 那就是 那為什麼會很長樓花期呢 就是因為它還沒興建 是吧 那你還沒興建的話 那風險就大一點了 是 那當然你找一些 就是很大的發展商 那它一直有很好的 你不怕它不興建 是 那 一些短一點的樓花期 可能是 一零半載 那些我覺得是 就是絕對可以接受的 因為 你又有時間 去給你去 看看那個地方 其實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去看 你看到它正在興建 是吧 或者是一大堆 還有一大堆 那 還有你又有時間 去給你安排 那些financing 就是如果你要去銀行借錢的話 OK 那你又有時間去給你找 一些local的agent OK 那你可以assess一下 你自己那個market 究竟是 我什麼價錢才適合 去租出去 那 有很多這樣很好的因素 如果是一些短的樓花期 我自己個人就 prefer 多過一些長的樓花期 講到買樓裡面 業主就很想做 基本上 想做一個on kit 在英國on kit 其實譬如我現在 我就是一個bno holder 我不是bc 其實可不可以做到on kit 絕對可以 英國有很多很多lenders 在香港傳統上 就只有幾間銀行 在香港的銀行 去借錢給你去買 外國的樓就更加少了 但是在英國呢 除了傳統的銀行 你聽過的名字 那些他都做的 按揭 嗯 那跟著還有呢 就是一些building societies building societies 就很大的 其實那些 比銀行可能有些更大的 那他們是equivalent to banks 有很多 已經有了banking license 嗯 那另外還有一些private lenders 那些private lenders 或者commercial lenders 那他們就可能是沒有一個 high street的presence 你找不到他 又或者他是在德國的 即是沒有分行 沒有門市 是的 又或者他在德國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lenders 但是他在英國 他就沒有presence 那他就會通過一些 mortgage的brokers 就會去提供一些 按揭的deals 所以呢 如果你在英國買樓 你是non-UK residence 又或者non-UK passport holder 你是一個月球人 你也可以做得到的 哈哈 你只要找一個broker 就可以了 那通常在買樓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轉介到這些broker 可以可以其實 嗯 其實做英國業主不是夢 其實聽到今集裡面 Kennie都給了很多意見 當然我們這個節目就是有問有答 大家歡迎大家 在我們這裏的節目裡面留言 希望我們呢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 即是 我們再繼續 將你的問題裡面 看完之後 我們在下一集 再一次的回應給大家 希望可以收到更加多的意見 讓你們的節目更加好 很感謝Kennie 在這一集上來和你說 謝謝 謝謝 現在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每逢星期六 我們都會推出一個新一集 希望大家 幫助大家建立了對英國 投資樓市的認識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個星期見 拜拜